面对全球疫情 中国除了出口口罩 防护服 呼吸机 还能够出口医院 没错 就是一整座医院 3月27日 韩国版火山山医院 在韩国文信开始安装 于4月1号 正式交付韩国首尔 鼓励大学医院 和中国火山山医院不同的是 这座医院不是在韩国当地建造 而是中国制造 在中国完成设计制造之后 在海运到韩国进行组装 两天即可完成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 发货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我们要将可以 工厂安装完的东西 全部在工厂安装完 包括新风管 新风排空系统 水电系统 还有我们的楼板 墙体 窗户 玻璃 门 这些通通在工厂安装完毕 不能安装的 我们会在工厂整体打包 和这个框架一起 发货到韩国 在韩国现场再组装 我们最难的可能就是这个厕所的安装 我们整个磨架 安装用了十天的时间 但是光这个厕所 我们就用了整整四天的时间 因为这个里面的难点 就包括了我所有的管道 新风管 水电管 还有我们的一个排风和拮具 都要在里面预置安装完成 要确定它百分之百不会漏水 不会漏气 保证一个百分之百的负压 为了保证负压隔离病房的亲密性 工人们需要在每间病房 寻找出近200条连接缝 用密封胶逐一进行封闭 这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解构密封胶 在室内的这里的话 我们吐的就是这种白色的防霉裙的 这个地方 对 整个底下都有 这个是吧 对 这个是密封胶 对 这个也是 它起到一个密封 因为要保证一个一定的负压 同时模块地面还需要焊接好挂耳 用于固定部分用于现场安装的部件 避免运输屋程中出现碰撞 吊车的话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使用吊车的方式 我们是第一次生产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那么采用吊车来 我们也能再次验证它的一个安全性 第二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我们要模拟在韩国安装的现场 每一车模块认到 那么采用吊车的方式把它吊到我的基座 把这个流程我们整个模拟一遍 这里面还没可以插一下 它它可以插出来 像这个红本那 落下的这个模块的时候 导致这三个点收力 这个基础有点增高 刚才通过试吊的话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临时的地基 临时地基垫了橡胶皮 吊转以后的橡胶皮受到一点挤压 以后有点变形 其他的整个结构吊转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下雨的话我们外面包的一个瑞色模 把整个这个基础箱全部进一个瑞色模的一个包裹 所以说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在这个下雨天都不会影响 可能会是在海上的地方 就是在海上的地基础 上一边的地基础 把这个加热比较大 还能够用到海上的地基础 把这个丝尿的地基础 把这个丝尿的地基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